大家好,这里是湾区华人电视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Jack,欢迎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Trap新闻,也就是我们的每日新闻摘要 今天为大家精选三条新闻 包括全美抗议和动乱小节 以及旧金山宣布无限期延长宵禁措施 游行抗议浪潮中的哑音裂孔 东湾Fremont找出地,发现被肢解的尸体 第一条,全美多地失事宵禁 旧金山无限期延长 昨天5月34号,可以说是全美军心动魄的一天 一别是SpaceX载人飞船成功升空 今天进入空间站,外人瞩目 另一别是由于明州黑人弗洛伊德之死 引发全国骚乱 并在夜街变成暴力活动 有车辆被破坏,有建筑物被焚烧 有警察被打死,有商店被洗劫一空 成百上千的暴乱分子被逮捕 昨晚有上千名示威者出现在白宫附近 与警方对峙 芝加哥川普大厦遭到了抗议者们的围攻 并成功攻占了该大厦 还有愤怒的民众将大厦前雪挂到一灭国旗取下 大量民众高喊烧掉它扔到河里 很快这面新条旗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扔进了河里 加州的洛杉矶,旧金山,圣河西,奥克兰 基本上跟其他的大城市一样 上演了同样的情形 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在内 至少全美有25个城市失事了宵禁 晚上8点以后不允许出门 旧金山本来计划今天凌晨5点结束 但是今天市长Landon Breed和警察局长Deal Scott一起宣布 宵禁将无限期延长 晚上8点以后不允许出门 Breed说 我看到那些破坏的视频 我极其难过 他们认为那是一场游戏 他们认为那很好玩 不,那不好玩 破坏财产,纵火 那可能导致其他人的死亡 破坏和摧毁我们的城市 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标志 这不是我们 我们不可能对此感到容忍 警长Scott说 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 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懂得这种感受 我了解双方 我们看到了全国正在上野的暴力事件 也看到了和平的抗议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你们的市长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你们的警长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旧金山警察局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第二条 游行抗议浪潮中的亚裔灭孔 在本次席卷全国的游行抗议和动纳中 开云的亚裔估计为数有限 受到攻击或抢劫的商店中 倒是有看到报道 不过这次世界中 还是有几个亚裔的灭孔 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对弗洛伊德施事执法时的四名警察 其中一位是亚裔 透豪 他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是洛夫 因为他没有阻止他的同事 停止对犯人的过度执法 其次是凯利·查文 凯利·沙文 也就是那名跪在黑人 弗洛伊德脖子上的那位白人警察 凯利·查文的这个妻子 凯利·1974年出生于老巫 由于老巫的战争 他逃到了美国 后来当他在Hennepin County Medical Center 当放测课医生时 凯利·查文送一名协贩去做健康检查 两人因此相识 并与2012年结婚 2018年凯利还获得了明州 美国小姐的冠军 凯利目前在REMAX做房地产经济 由于凯利·查文 由于凯利·查文 寻求离婚 他的律师对外发表声明称 他被这件事情毁了 他最大的同情 给予弗洛伊德的家人 他的亲人 和所有哀悼此悲剧的人 第三位是Jeride Yuan 这是一位圣河西市的警察 被示威者拍到视频 说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好像对抗示威者是在玩游戏 现在社交媒体上 有数千人要求警察局辞退他 无论如何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 尽管我们可以老老实实 待在家里 但是其实谁也无法自身度外 第三条 东湾Fremont沼泽地 发现被肢解的尸体 Fremont的警察局 5月28日 也就是周四晚上 被东湾公园警察通知 他们在小廊山 也就是Coyote Hills 最近的Park 附近的沼泽地 发现一具尸体 由于尸体位置的原因 他们必须等到涨潮时 谁把尸体冲出来 在周五下午 他们才成功取得尸体 并送到Alameda County 进行尸体 由于被肢解 警方称无法确定任何伤害 死者身份或其他信息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 在特殊时期 可能导致更多的犯罪 需要提高警惕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则新闻 美国将把左翼激进组织 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 今天早晨 美东时间9点23分 川普总统发推 宣布美国将把安提法 列为恐怖组织 很多人可能好奇 安提法是个什么组织 A-N-T-I-F-A 就是anti-physist 反法西斯主义者 反法西斯运动 是一个起源于1930年代 1980年代 重生于德国的一股 极左翼政治运动之总称 发展至今 在美国 爱尔兰 河南 丹麦 瑞典 捷克 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 意大利 西班牙 皆有使用同一名称 和旗子的团体 他们通常全身黑衣 并以黑部遮裂 与这个渲扬白人智商的 三K党全身白衣 形成巨大反差 不过 他们也同样挥舞周 棍棒进行打砸 声称要以暴自暴 这是美国的稍段 很多人认为 安解法在背后 进行策划和组织 因此总统宣布 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